这部影片我们来讲说如何安装 本学期会用到的Vidio Studio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进入到Vidio Studio的下载界面 那网址呢我有附在影片的说明栏中 在进到下载界面之后我们要点选这个 社群版本按免费下载 它就会自动泡出下载的ES1档 点选继续 接下来看到这个画面我们要安装语言套件 那在物件导向设计这文课呢 会使用到的是这个 使用C++桌面开发 那如果你再往后的课程 如果有需要用到其他语言 也可以回到这个界面 勾选其他的 比如说Python Node.js 这些等等都可以在Vidio Studio 下面做撰写与编译 下一步我们来讲如何开启专案 我们点进去Vidio Studio 在右边的选单中 选择建立新的专案 语言列选择C++的空白专案 点选下一步 这边可以打算你的专案名称 还有设定位置 点选建立 在右边选单中 点选右键 加入 新增项目 点选C++档 点选 点选新增 我们可以看到 C++档已成功建立 若要建立标头档 那么这一样 可以点选右键 加入 新增项目 选择标头档 按新增 此时标头档也成功建立 程式撰写完之后 若要变异 折克点选上方 选单 本机Windows增错工具 它就会开始编译 最后我要来介绍中断点的功能 在这边 在这边我们打上我们范例的程式码 在行数的左边 点下 出现红色 即成功 设定中断点 然后进行编译 程式码会定置在我们所设定的中断的地方 这时我们可以扣过下方来查看我们目前程式码跑到这一行时 目前的做变数的值 以及七星态 如果要继续 我们可以点击上方选单中继续按钮 好 谢谢 很多 感谢观看